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指失事危害社会的行为 依法应当承担性死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 也就是说 由于这些任何的单位 失事危害社会的行为 按照法律上应当对他们追忧性死的人 他的行为构成了犯罪 那么他们就是犯罪的主体 犯罪主体从这个概念里面可以看出来 它是有不同类型的 那么它的分类有两种分类 一种是犯罪的自然人和犯罪的单位 自然人 那我们知道就是每一个有生命的人 单位是由人组成的一个组织 一个团体 那么这种和组织团体 在以前七军院刑罚里边 我们是没有把单位作为犯罪主体的 一直是把自然人作为犯罪主体 但是随着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单位的犯罪 违法情况越来越严重 因此为了更好的保护社会利益 我们刑法开始逐渐的把单位犯罪拉入到刑法里边来 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 正是在刑法总则规定了单位犯罪的条文 在分则 那么一些相关条文里面也规定了单位犯罪 所以说我国现在刑法里边的犯罪主体 既有自然人又包括单位 这是一类 一般主题和特主题是另外一种分类 一般主题就自然人犯罪来说 只要打到了性责任年龄 具备性责任能力就可以构成犯罪的 没有其他条件要求 这是任何犯罪构成都得具备的 特殊主题是有一些罪 它的构成 要求求个人除了打到具备一般主题的条件之外 还要求具有特殊身份才能构成犯罪的 那么这种犯罪主题叫特殊的主题 你比如盗窃罪就是一般主题 但是贪污罪就是特主题 为什么呢 贪污罪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才能构成 要有这个身份才行 那么自然人是可以构成犯罪的 那么自然人构成犯罪 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呢 一般主题要具备条件是有两个条件 第一 必须是自然人有生命的人 第二 这种人呢 必须要具备性责任能力 这两个条件具备就可以构成了 那么具备这两个条件就可以构成魔忠罪的 这种主题叫一般主题 特殊主题呢 就是具备犯罪自然人的功能条件基础上 还要具备法定的特殊身份 才能构成的 研究犯罪主题有什么意义呢 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个是定罪 一个是两行 从定罪来讲 研究犯罪主题有助于区别 罪与非罪 如果不具备犯罪主题条件 那么一个人即使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 他也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 第二 有助于区别 赐罪与比罪 有些罪的区分呢 是根据身份来区分的 不同身份的人 同一个行为 可能构成不同的罪 比如一个公司的会计或者出纳 利用他们的会计出纳的身份 在工作当中利用职务 把单位的钱给侵吞了 构成什么罪呢 如果他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话 这个行为构成贪污罪 如果是非国家工作人员 那么他这个行为就构成了职务侵占罪 这两个罪是不一样的 研究主题第二个方面的意思 量性方面 那么由于身份不同 因此同样一个行为 不同人实施了 危害性可能有差别 我们刑法上 有些量性就是以身份为根据的 比如 同时误告陷害 如果是一般人实施了 构成犯罪 依发定的量刑 但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犯无限罪要从众出发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般人 自然人构成犯罪时 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条件 就是要具有性死责任能力 什么是性死责任能力呢 是行为人构成犯罪 和承担性死责任 说必须的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辨认 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简单的说 性死责任能力 就是性责任 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这次自然人构成犯罪 不可缺少一个条件 为什么必须有性死责任能力 才能构成犯罪主体呢 这和性责任的性质有关 性责任带有强烈的 否定评价性质 但有可谴责性 他自能适应那些 视自危害行为的时候 主观上有辨别行为 和控制行为的能力 我们把这种能力 在哲学上叫做 人相对的自由意志 当自由意志具有的时候 那么他明知自己行为 对社会有害 可以选择不害社会的行为 结果他却去选择了危害社会 那我们就要进行责难他 惩罚他 这是正当的 如果一个人不具有这种 别人控制能力 那么即使客国上造成了危害 他就不具有这个可谴责性 说追究性责任呢 就不公正了 所以从这个一程来讲呢 我们要求必须具有 犯罪主体必须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辨认能力 就是说行为人对自己行为 他的性质意义 和在刑法上说能够参生的后果 事先的一种认识 一种判断 控制能力 也就是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思 去控制实施 或者不实施这种行为 这是控制能力 这两种能力 显然辨认能力 是控制能力的前提 基础 控制能力呢 则是行为责任能力的关键 一个人 对于自己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 程度 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的认识和控制能力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会有高有低 有大有小 那么影响这种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两大方面 一个是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和自己的智力成熟程度 一个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也就是他的大脑功能活动正常预防 这种情况 所以说就导致同样的事物 有些人认识能力强一点 控制能力强一点 有些人能力会弱一点 甚至有些人没有 那么在刑法学上 根据一个人 这种认识和控制行为能力的有何大小呢 我们把所有自在人可以分为四类 一类是完全性死在人能力 也就是说 他具完全正常的辨认和控制能力 第二是完全无性死在人能力 也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他 没有办法去辨认自己行为的性质 或者说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第三种是相对无性死在人能力 也就是说 由于年龄等原因 行为人对自己有些行为 性质意义是能够认识 也能够控制的 但对另外一些行为呢 却没有认识和控制能力 第四种情况是 减轻性死在人能力 也有成为限定性死在人能力 他指的是 由于年龄或者精神疾病等原因 虽然没有完全丧失 对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 但是叫正常人呢 有一定程度的减弱 这是有了四种能力的划分 那么这四种能力 由于责任能力程度不同 因此我们在追究责任的时候 责任大小最后有差别 完全无责任能力者 他实在外行为时 我们一律不能追究性死在人 这是完全不具备责任能力的 完全具备责任能力的人呢 那么他实在外行为时 我们就要正常的追究性责任 相对无性责任能力的人呢 我们要根据他对哪些行为 能够辨认控制 才让他对哪些行为承担责任 减轻行为承担责任能力的人呢 我们不能免出他的责任 但是我们可以在量刑的时候 要从宽处理 这就是要实行区别对待 他们有点人说 谁还能不够辨认 那一年 我们来讲 我们来讲